好 民进党在九合一大选惨败之后呢 蔡英文是请辞了党主席 现在是陈其迈代理哦 那下一任民进党 新任党主席到底谁来当呢 而此刻呢 民进党又受到论文门二度重伤 民进党2024会不会岌岌可危呢 所以显得谁来当家至关重要 而且呢 谁接任民进党党主席 直接跟他们谁来参选2024 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呼声很高的包含了赖清德对吧 他现在应该算是呼声最高 能够接替小英人选的就是他赖清德 另外呢 苏贞昌 郑文燦 陈建仁 林佳龙 陈其迈 也都有人说 补选人选众说纷纭 不过呢 现在有民进党的政要指出了 他们说其实新任党主席 很大的重点是 要跟社会面 怎么就是社会怎么来期待民进党 扩大对话基础有很大关系 尤其如何跟年轻人来做一个沟通 来拿到年轻世代的选票 因此有人点名了 就是前文化部的部长郑力军 应该由他来就是接党魁 希望由他的这个形象 来就是获取年轻世代的认可 现在有人是点名了这个郑力军来接 那针对这个民进党惨败呢 前总统马英九呢 上午受谎的时候 他表示了 他说因为民进党不得民心 才会导致败选 一起来听马英九怎么说 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郑力军之外呢 你知道吗 前民进党党主席 他点名的是林非凡 他点名了这个林非凡来当 应该由他来当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原因有说 他说呢 林非凡现在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他说应该由他来升官 来让他来当党主席 他说因为呢 民进党如果想要赢回年轻选票 必须要大胆来重用林非凡 由他来担任党主席 而且许姓良还说 林非凡同时应该要去当行政院的副院长 不知道你觉得合适吗 这个是许姓良说的 那目前看起来啦 到底谁要当呢 不知道 但是之前呼声很高的还有郑文灿 不过呢 郑文灿最近深受这个 有没有论文抄袭的疑云 所以呢 大家想说嗨呀 是不是对他的这个党魁啊 格魁之位会受到威胁呢 好另外呢 在这个教授方面 杨永明他也强调 他说目前哦 到底谁来当党主席哦 对赖清德的派系而言 如果赖清德没有办法取得民进党党魁之位 想要出现成为2024的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必须要经过一番的努力了 那许淑华他也强调 其实这个时间点 大家吵来吵去 而且还去质疑这个郑文灿的论文 是见缝插针来捣乱党内的和谐了 那面对这个论文抄袭案呢 来看到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这个郑文灿抄袭 他觉得很遗憾 也很丢脸 同时他呼吁为了选举 虾挺抄袭的总统蔡英文 应该要对此来道歉 一起来听 总统蔡英文今天也到宜兰出席了地方行程 被媒体问到了 郑文灿的论文这件事情 那蔡英文看向媒体认真听了问题 几秒钟之后 一样他没有做回应 就快闪离开了 朱立伦也表示很遗憾很丢脸 我们一起来听朱立伦的看法 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因为我毕竟也是桃源的一份子 什么市长的论文是抄袭的 而且是被我的母校台大认定 其实很遗憾 也觉得蛮丢脸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过去长期以来这段时间 你给大家讲的就是 不管道德 不管是非 就是虾挺硬挺挺抄袭 这已经是全民的印象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蔡总统 你是不是应该要出来 向全民道歉 说为了 前面为了选举 他乱挺虾挺 另外来关注的是农委会为了抢救台湾的石斑鱼销量 推出了斑斑有石斑的政策 没想到政策才上路不到两个月 农委会主委陈其仲他坦言 政策跳票了 至今还有九个县市没有吃到石斑鱼料理 而在高雄 337所的学校都已经吃过第二轮了 那陈其迈呢 今天也拍胸脯挂宝证说 高雄的鱼货可以吃到第四轮都没有问题 陈其迈他也强调了 高雄石斑鱼是采这个分散来配送 所以供给是没问题的 而他也说 目前石斑鱼的价格是回稳的 那目前看起来 民进党党魁之争 真的是暗潮汹涌 桃园市长郑文燦被点名是接班人选 那媒体也报道了 郑文燦不只是悄悄跟英系 来密会 更跟这个郑国会的林佳龙交换条件 形同是寻求各派系支持 对此呢郑文燦他回应了 他说媒体的想象力太过丰富了 民进党会做出最好的安排 但是郑文燦的党魁之路 现在因为论文抄袭 恐怕得提前卡关了 媒体联访听到论文这关键字 郑文燦火速转头离开 因为传出郑文燦的论文门台大完成审查 要撤销他的国发所硕士学位 他如果是这样 民进党变成民骗党 你知道变成民骗党了 太扯了 他应该也算是不错的啊 对不对 最高学府吧 OK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我是觉得说这些人 呵呵 为什么要做不适合手段 然后其实也太漏了 闲时力挺超跑男孩林志坚 结果自己也卷入论文抄袭风暴 郑文燦诚信问题被打伤问号 却似乎没放弃 搅逐党魁这条路 我想最后民进党的团队 应该会做出最好的安排 话没说死 但布局脚步没停歇 先前郑文燦就被媒体捕捉到 巧巧跟英系密会 还表态愿意承担大职 甚至跟郑国会的龙头 林嘉龙交换条件 要是当选党主席 就让林嘉龙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等于拜会各派系寻求支持 媒体的想象力很丰富 党内的各方的意见交换是有的 但是还没到那么具体 党主席自己黄袍加深是很奇怪的 通常是小英的代理人 如果是代表小英的时候 那表示说他已经自认 当总统候选人无望 郑文燦定位不明确小动作频频 结果又传出赖清德也在评估参选 虽然赖伴否认英系立委也出招 管辟林发文支持赖富定于一尊 为2024齐心齐力 但是如果副总统担任执政党主席 岂非让总统颇角制度化 一番话卡赖意味浓厚 不同的法理上的意见 或制度上的疑虑 都是一种讨论的过程 外传媒体所报道的 夏宙山赖富所谓的正式表态 并没有所谓的正式表态的时间点 现阶段郑文燦少了赖神的竞争 却多了跟论文们的缠斗 党回这路恐怕也提前卡关 接下来邓居林晨佑台北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